同事人们信念 的引导者 倾听者与救助者 二座落在嘉义市民生北路的天主教七苦圣母堂 七十多年来就一直默默尽力在繁华的街鱼 引着迷失的人们 聆听着民众的心声 也救助 这百姓的苦痛 三家义市七苦圣母堂最早有普羌伦的两雅师神父 于西园1934年所建造 以作为神父 修云门 来往高雄与云林教区的中途站 期间还成立过 小民诊所利用西方医学救治民众的疾苦 四圣堂格局虽不算大 但简洁优雅 大门入口处 有放逆开朗基罗所雕塑的圣母像 五圣堂中竭尽树木的氛围 常叫人顿时望确的烦恶 在圣堂前方左边奉有主宝 痛苦圣母 又敢则奉有耶稣圣心 六每年的九月十五是痛苦圣母纪念 所谓圣母七苦是指圣母一生都与耶稣同优共苦 八 破了玛利亚听到西莫昂的预言之苦 圣家逃难 埃及与耶稣在耶路撒冷失散三日 并在苦路 与耶稣相遇之苦 以及站在耶稣十字架旁 怀 抱耶稣尸体和埋葬耶稣圣尸等等的苦痛 七位顾及台湾民众敬宗念祖的风俗 在圣堂后方还特设有祖先祭祀区 除了平日民众可以拿香 近似祖先外 每年春节弥撒 神父更会率领性 徒们一起祭亲 八儿圣堂左右两侧墙颜 则相有象征十四处五路 的图腾每个星期五晚上固定由神父带领信徒 门举行拜苦路一事 九苦路是指天主教一种重现 模仿耶稣被钉上时 自驾过程的宗教活动也称之为拜苦路 使苦路默想活动最早出现在十二世纪 十七世纪 十方济会是圣利安那曾大力宣扬 1731年教 宗克免十二世则确定十四处苦路地点和敬礼仪式 另外已故的教宗或旺宝目二世纪曾重编拜 苦路的内容 十一除了圣堂可供民众祈祷冥想外 七苦圣母 堂更附设有幼稚园 迄今已有六十一年的历史 照顾欲交过无数嘉义市的孩童 其中包括 现今嘉义市市长黄明慧等知名人士 对台湾有 而教育的贡献可说是不如余力 十二更值得一提的 台湾著名的雕塑嘉阳因丰大 师曾于1989年为七苦圣母堂 塑塑圣母与耶稣雕 塑 按照原来塑像比例加以放大的塑像就放置 在正义幼稚园的园区内 是宗教与艺术结合的 精彩之作 十三嘉义市天主教七苦圣母堂 每天一大七早约六点左右就开放公民众参观 十四不管您是否是天主教徒 走一趟圣堂体验 感受一下天主教的古路与氛围 看看幼稚园里 天真孩童们学习与嬉戏 或许就能让您对生活 再度充满能量与动力 以拥有七十多年历史的七苦圣母堂 绝对是您来到嘉义市时值得参 放得尽点之一 放得尽点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